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家 梁天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其中 不曾大红大字 却也恶不出菜 我想起了董村瑞大碉堡 你说叫冬天里的一把火 秋少云凡烈火 熊熊火光照亮我 黄继光赌枪眼 我用青春赌明天 欧阳海蓝金马 对不起 你用真情换此生 她是张峰义 张铁林的同班同学 外表憨厚 擅长演绎正面人物 从电影《孩子王》《齐王》 再到《上海一家人》 天生胆小 谢元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 不折不扣地成为了金鸡 金鹰 飞天百花 饲料影帝 要是奶奶不同意我们结婚 我就让她断子绝丝 今晚 梁天谢元这对多年好友将作客节目 讲述他们之间的劳友记忆 欢迎收看《超级粉饭》 大家好 欢迎各位 看到我们今天起来这种嘉宾的 他们也是很好的搭档 对 她们那个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都比较的这个照亮 对 我们是视觉系的 我们是视觉系的女人 她们呢 歪瓜裂枣 她们俩啊 这么说她们还会出来吗 你太不尊重 她们现在都是这个前辈了 对对对 老师级的人物 我觉得她们俩做朋友二十多年了 还没还没掰 她们做朋友都超过三十年了 真的啊 三十年 真的 而且两位呢 好像应该有几颜妹一块儿到超级粉饭了 她两位都分别来给我们节目 那今天让我们用掌声来 尤其我们的特别的嘉宾 谢元 杨杰 欢迎老师 两位 杨杰 喂 杨杰 欢迎两位老师 来来 夏琳姐 我后悔啊 我在 有点靠上 对对对 很原谦 这能说太艳了 对不对 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老师先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梁天 大家好 这么简练啊 刚才你已经说 你们两个做好朋友 已经超过20年了 我觉得应该过30年了吧 有20多年 不到30年 真的不到吗 对 对 20多年 烦了吗 烦了吗 你们是怎么忍到今天呢 没有人 我们愿意在一起 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人 比较包容度比较大 谁比较包容谁 谁比较包容 两种的包容度要大 这是实话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两队搭档应该算是 我跟戴军也是搭档 两个也是搭档 因为是好朋友 我们好久没来 敲机访问了 我们再次欢迎两位 来我们节目里 好 一直拉了下场 谢谢 好 再加点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 超级访问有了自己的官方微信 想知道李静带军的最新的动态 还有我们明星嘉宾的最新动态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好 今天的观众会得到 由我们乐风网提供的 庆家大礼包 希望大家比较幸运 来 欢迎两位 演员梁天谢元 做客 超级访问 现场讲述 好友葛优 第一次坐飞机求是 葛老师脸啊 苍白 他抓着我这尾辈 是啊 这个尾辈在颤 而且尿还特吸 那种感觉 一会儿上趟厕所 地围就去 更有可优 谢元 梁天走穴视频 首度曝光 那真是演炸了 体育馆里边 底下那人上不来场 观众啊 就炸了 独家爆料 内地歌坛巨星 早年 走穴韭菜 上台摔一根 他就是一根 下台的时候摔两根 谢元 现场上帖 模仿秀 恶搞好友 涂孔刚 陈云曲 发广蝶鸡 我叫吴鸿刚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 探听 这人赞点 更多精彩 现在超级访问 好 欢迎回到超级访问 我们的节目几年了 快分快答 十三年了 真的十三年了 两位就是我们敲你们的档期 都敲不到 对 因为不是你在忙 就是他在忙 两位抽不到一起 导演说活活定了三年 才把你们俩凑了 对对对 梁总关键太忙了 没有 他又导演 又做演员 你什么时候开始叫你梁总了 他老这么叫 就是总负责总张罗的意思 对 我以为是我爱我家以后 大家都叫梁总 还难倒回来 就不就叫梁总了 那你叫谢元叫什么 谢老师 因为谢元本来是电影学员的老师嘛 两位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对方的场景吗 我记得记得 记得很清楚 那是在1990年 梁天同志呢 在当年呢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他 但是他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他已经演过二字开店 演过斗鸡 二字开店那太火了 还有什么 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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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过品的分火 我呢是经常演一些主旋律的 属于探索影片 就卖七个拷贝的那种电影 就是光眼没人知道 光眼没人知道 所以我见到他呀 很亲切 怎么会是亲切呢 很亲切 我这应该在羡慕嫉妒恨吧 也有羡慕 也有嫉妒 这恨的也很 我就觉得 为什么关注不认识我 我们今天要认识认识他 关注看到他有多热情 就欢呼北京话 就欢呼巧阅 有一次啊 我带着他到北戴河去玩 回来的时候迷路了 然后呢是下午一点来钟 太阳还很大 前面呢都是团拉机 一辆一辆的 我的车呢是跟在团拉机的后边 团拉机上面呢 都坐着老百姓 老百姓都朝后坐着 我们的车往前开 这样正好打一对面 过一辆车呢 一辆车就欢呼起 都以为呢 我是个驾驶员 旁边坐的是 公驾坐的是 往外边上看 欢呼 一个车过去 好欢乐 再过去一个车 再又欢呼 二十多辆车 那时候我有点恨 羡慕 嫉妒 恨 对吧 没有人欢呼我 知名度非常高 梁天老师 你见到那个 谢元老师的第一感觉 非常崇拜 因为谢元是在我们这圈里 确实他演的探索片出的名 包括孩子王 岐王 大传奇 寡妇村 他是电影学院毕业以后 第一个拿到金鸡奖 最佳的男主角 真的啊 很业余的 当时我还在工厂工作 那么能见到谢老师 很光荣 但他很低调 一个面包车 他坐最后一台 当后边有女演员 说到关键了 我坐第二排 所以我老得回头跟他说话 见到他非常的激动 就有很多的事情 向他请教 因为他那会儿都是大片 拍的都是跟那些大导演合作 我尽管演过这个 二字开店什么斗鸡啊 什么版主什么的 但没他在圈内有名 应该这么说 老百姓可能 能认出我了 就是这是什么 所以就非常崇拜 听他聊天 听他给我们讲的电影 中国电影 世界电影 后来我们俩还发展到通信 经常通信 都聊些什么呀 你回忆一下 一些鼓励的话吧 无论和谢老师通信 你还给别人写过信吗 没有 通信就 他给刘晓庆写过信 对 他特别崇拜刘晓庆 女演员我写过不少 还追求过蔡明 男演员 而赛季里的一盏明灯嘛 当年演过小海峡 但男演员呢 我只给谢老师 就女的你写过挺多的 女的 有几个 那会儿我还是观众 他特别崇拜刘晓庆 刘晓庆 刘晓庆结婚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什么感受 好啊 伤心的吗 两个人就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了 什么时候就是儒家似妻了 能换个词吗 问他叫什么呀 就是 相当 对我们在一起啊演过一部电视剧 在重庆拍的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黑木新闻 百年不遇啊 这个重庆地震了 我们两个人呢 又睡一屋 这个 我呢 是非常警觉的 我就感觉啊 床在晃 感觉灯也在摆 我那个床呢 靠近门很近 他是在里边 我就跟说 两天 快快快 起来起来 地震了 我就拉着他 往楼下跑 什么是大意凛然的人 我觉得 什么是临危不惧的人 我认为是梁子 后来我就特别喜欢他 从来 这就很危险了 在晃动了整个楼 他说 这什么事 谁啊 这叫我 我说 地震了 等我把他 拉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呢 又不晃了 肃然起敬啊 就人在瞬间里 会对另外一个人呢 肃然起敬 我觉得我是渺小的 梁天同志呢 虽然睡眼心中 但他是高大 特别淡定 特别淡定 是不是那时候 他心情不好 也不太想活了 感觉 他是一有 风吹好动啊 紧张 我紧张 1994年 中国第一部 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 霍遍大江南北 梁天以凭借 剧中饰演的 贾世心一诀 达到自己 喜剧表演的巅峰 多少姑娘追我呀 漂亮的 有钱的 包括杨妞 结过婚 没结过婚的 是我这么跟你说的 排队 拿号 按单双日 分出赛 副赛 人们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贾世心这个让人喜爱的人物 并没有出现在 我爱我家的后半部中 原来当时的梁天 忙于和谢元 葛优 成立影视公司 公司的名字就叫做 好莱希 那你们两位是什么时候想起要做自己的公司的 就好到开始要做公司 93年 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葛优 我们经常一块演出走学 后来呢我们就闲聊吧 后来就说演员这个职业啊 做到最后肯定是一悲剧 我们就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那么要成了一个公司 他们俩当时都在职 我是辞职了 我从工厂出来了 所以呢就等于他们俩就是 也算帮我一忙嘛 就我没工作 没工作单位嘛 好莱希 一个民营企业 我记得是个西庄当时吧 对对对对 给我们出的钱 多少钱啊还记得吗 出了150万 你们那个做公司当时都笑话了吗 好玩吗 我们找到项目以后 别人找到一个好的剧本 然后呢就找投资的时候 我谈差不多了 他们俩一出面就盖章了 管用吗 管用管用 非常管用 讲给你 尤其葛优一出现 基本上这事搞定了 葛优会说吗 他一般都说 他忘了一做就行了 就是忘了一做 基本上这事就起了要说话 这第一部戏叫天生胆小 我演一个警察 葛优演一所长 他演一犯人 因为谢元当时老爷口 转变了以后呢 他倒转变成功了 得了百花奖了 李渊源也得了 他也得了 我们观众不太认可 觉得这两个警察是伪惊 太皮了 是吧 就是我跟葛优这个形象啊 他不太像警察 电视公司也不认 电视公司说 你们好好老演小头 点听啊 你老演警察呢 说你演小头的片子 好迈 观众爱看 你演警察这个啊 观众就不信 后来从那以后 再也不演警察了 你们看过天真胆小吗 我给你放一段那个 偏偏花 看一下 笑 有个姓管的警察 还在你们所里吗 这就坏人 他现在是我们所长 太疼 受了一刀句话 就说我马强在牢里 没有一天不惦记他的 我发现你小子想问题 还挺独到 你得警察 就说怂点吧 哪还行 就这点还向警察 我今儿再次向你请求调走 可不是所见条换 而且一定要在 中国队出生之前离开这 您不会听不明白吧 你吃起你这口气 这还算请求吗 电影叫天真胆小 有什么特别怕的东西吗 比如说 走夜路 我特别害怕 讲讲 什么感觉 有一次我出去 接手 后来就没有尿出来 太紧张了 因为出个事 什么事 就一个人出去 接手就被拍的 都野地啊 我们拍的农村戏 特别艰苦 就经常有这种人 他们无缘无故的 我让你接手 然后呢 然后我就害怕呀 就不敢去 就不敢去 就特紧张 那怎么办呢 现在也还是 就是怕特别黑的时候 就怕黑 他睡觉开始 我睡觉也得开这一盏小灯 那那个什么 中国什么怕吗 也怕 像狗啊什么的 特别是大行犬 我们那时候拍戏经常进 那个农村的里拍啊 对 对野狗啊 然后我的戏呢 是第三场 现场的巨物就跟我说 谢老师到您的戏了 您呢 捋着灯线 就找到足利了 我就捋着灯线的往前走 哎呀 就那农村呢 突然间出现一个小空坎 那不得了 好多家的门啊 都在这里 那个狗啊 就蹲一下子 就聚集在这个 小空坎里头 就我一个人 还是外地人 哎呀 那个狗太厉害了 我幸亏啊 是找了一个 扫着把子 我就胡抡呢 我就抡 一路抡去 到了现场 到现场以后 脸儿霎白 你吓着 吓着 那个狗不是说吓不吓我 他真扑过来就要咬 非常厉害 还有一个是 我们圈里有些人 过世啊 或者怎么样 都是我到追导会上去 他不敢去 追导会都不敢去 我不敢去 都是让我代表 我从来说 我说梁总 你全权代表咱公司 多聚几个工 哎 把你的工也聚了 把我的工也聚了 表示 这是实话 深情的哀悼 但是他呢 本人他也起来了 到那时间啊 他也起床 他可不是睡觉 他自己啊 找一饭馆 在那喝点闷酒啊 等着我这 那边参加完回来 再跟他汇报 都谁去了 怎么样啊 都见着谁了 对 让我自己不敢去 为什么呢 我爸 突然一下起来 或者说怎么样 他真怕他起来 对 有这种情况 余杨老师演过一个叫 戴手铐的旅扣 对 就被错误的推进去过 假死 然后他就起来了 一个真的 那是电影啊 不是不是 当年的真事啊 不是电影里的事 不 让他去扮演这个 是找了个真人 但是他不知道电影里 是这么个情节 结果余杨老师 通就起来了 这个人自食以后啊 别说干不了这个 就就就疯了 之前都没通 都没有通通知他 通报什么的 对对对 就说越真实越好 葛有胆小嘛 上次他来上超级访问 就说不敢坐飞机 对对对 他一直没坐 恐高 拒飞 为什么呀 谢威尔老师 因为我呢 跟他一起坐过飞机 他整个过程里啊 人是非常紧张的 像咱们啊 看看杂志 睡一觉 听音乐 吃个饭 他所有这个过程里头 都担心这飞机啊 会掉下去 你们俩就跟你去 回上场 他那人坐起来一样啊 对 我老是睡一半觉 谁谁谁 我是惊恐状的 你当时跟那个 葛大爷坐飞机的时候 他什么状态 葛大爷啊 他嘴唇红着 我在前面坐 他抓着我这蚁瓶 是啊 这个蚁瓶栽灿 从海南飞北京 那太远了 三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 您始终是这状态 谁受得了啊 我就觉得 这后边怎么回事 按摩椅 我回头 葛老师脸啊 惨白 我又不舒服啊 是要吐啊 我说您可别乱吐啊 那有袋 我又不 我紧张 而且尿还特吸 那种感觉 一会上趟厕所 一会就紧张 他就是紧张 梁总你怕坐飞机吗 飞机没事 我是怕 我恐高症 也恐高 我恐高 但不怕坐飞机 而且坐缆车呀 我敢坐那个 就是有玻璃的那种 就是身体别外露的那个 封闭的那缆车 像这种不行吧 这种不行 绝对不行 那次也是跟葛优 那个戏在香山拍的 我当时还想试一下胆量 我上几会 得亏 咱也不懂 就往上一坐 得亏那人还不错 那人没和尚呢 这一边已经启动了 后来赶紧给那什么了 给和尚 和尚以后也不行 走着走着还赢 越往上越不行了 我就闭脸 闭脸 但是心跳的呀 实在不行了 闭了眼睛都不行 就感觉到山下的那个空气 什么的 往下山死活不做了 我走下来 正好这个剧组那个缆车 到中间上停了 也不有点小故障 哎呀 高兴了 我看着 我说你看 我要在上面 我要在上面 得下 对对对 这个不能 不能瞎逞能 他们三个人真的都是挺 天生歹小吗 对呀 人生歹小 你们三个人 胆都不大 我发现 对应该 葛优良天谢元 不仅开公司 地图在影视方面 有所发展 而且在当时演艺界 盛集的走歇浪潮中 也不甘仁厚 自编自导了小品 在全国各地 参加演出 说每天哪 每天从东方升起来 从西方落下去 打五个字 一样东西 什么 五个字 我知道吧 试试试 太阳 为什么试试 是太阳 它是一结果 说什么时候 摘苹果是最好的时候 没人的时候 摟尽我的誓言 九三点 从此不再多舍 人类的眼 就是爱的表情 就是爱的表情 太好玩了 你知道我看的时候 什么感觉吗 像一个IT公司的 三个老板 代表年 对 我们三个穿得 很像企业家 是 简直太难忘了 尤其是 我们三个人 感情很深 比如说组委会 弄了三个沾尖 我们不会去住的 杀人要挤在一个屋里头 为了晚上 什么毛病 喝点小酒 为了聊天 但你一开灯 他们俩怎么睡 对 我老得开了点灯 有时候我举着一砸 这样就睡着了 我这看着看着 有点困扰 看开灯你能睡着吗 能睡 还有呢 还有再讲讲那时候 好玩的事 梁总 那会影视演员走学 确实比较少 应该是从90年开始 我演完喜剧明星以后 葛优正好演了 编辑部故事吧 那会儿 在唱的时候 编辑部故事的歌吧 现在应该说 这人也是一大话 刘晓琳 她组织了我们的第一场走学 在三亚 这个小品都是谢阎老师编的 全是她编 她负责排练 完了 我跟葛优 我们仨在一块 那会儿演过很多场 我这最有意思的一场 应该在南京舞台山 那真是演炸了 体育馆里边 我们还说这接不住 这前面也不是谁唱 唱完了以后 说周华健 谁说这咱哪 上去哪接得住 没戏 上了以后 底下那人上不来场 就观众就炸了 你们干嘛 就演那个 就这个 就当时一起走学的歌姓有谁呀 有不少呢 现在都不能提呀 容易得罪人家 后面走 是 当年是还没有那么大腕 但是现在是非常大的腕 上台摔一根头 下台的时候摔两根头 太激动 太滑 太滑 男的女的 男的 怎么摔呀 后哪摔 她就是 她就是一捏着 上台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 就是步伐太快了 还是因为 可能太激动 在今天那时候 毕竟不俗 但是晚上 我们三人凑在一块 游戏又喝了点白的 这个时候 再想起这个情形 那就太可乐了 而且这歌姓呢 就住在我们隔壁 早上起来一块吃早餐 我们这 本来就恶心了一晚上了 笑子未来的见面 这就正经 哎呀好 啊啊 就好 那时候的歌手 也就那么几个人 女的都是摩阿民啊 对 韦为啊 男的也就涂鸿钢啊 涂鸿钢 涂鸿钢是遮跟头 涂鸿钢 啪啪啪啪 啪啪在台上啊 遮几个跟头 我真的见过 特别逗 你知道吗 她当时出来走续唱歌 唱一慢歌 唱两句翻一跟头 而且最后啊 台下的听众啊 观众啊 不愿意给听歌唱了 再翻一个 再翻一个 他练五身的 我们今天采访到了 那个涂鸿钢啊 听听涂鸿钢 是怎么来投诉谢元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件事啊 我必须得投诉一下 说他是这个谢元老师啊 老回我的作品 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去看了 OK 他先关灯 很多客人他也不 他都不在乎 他都关灯 都都停啊 我要唱首歌 先唱首歌 完了 爸王没记住 挺好的歌 还得关着灯唱 哎呀 他的生情并茂 全把我这歌给改了一遍 动作也特别猥琐 爸王两码事 哥 既然你爱干这事 能不能在今天的现场 你给 给我们观众 唱首 爸王必须 好 好 为什么要关灯呢 因为啊 还有一个见谅的过程 这是我设计 一开始啊 就应该以为 涂鸿钢在 但光啊 见谅以后呢 发现是蝎蝎蝎 而且是恶狗 因为图统唱歌啊 重心呢 容易比较低 一直很有力量 低了以后啊 他这个握箭啊什么的 他这动作什么的 重心低 我在按里面 找把箭了 有箭有箭 快点快快拿过来箭 你需要登线 箭按吗 啊 来箭按 来来来 这箭也太小了 来音乐 对 他唱歌之前啊 还有朗空呢 我叫胡鸿钢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来了 我要为大家演唱 挺细分的 你欢迎我高级的详细 你赶紧准备唱吧 对 放那个什么 残哉 他叫找人 淋淋空空 那个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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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这个感觉 嗯 始终在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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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要命了 你的歌词 和你要找这人 有没有逼人联系 他看完你学的 他气死了 他气极了 他 他最恨了 在现实生活中 谢元除了演员的身份外 还是一名颇为敬业的老师 非常没问题 美国新队导演大为 林秦一公有多少不错 在北京电影学院 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 谢元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表演经验 还带出了像余男 左小青 和邢家仲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如今谢元的许多学生 都成为了娱乐圈的大腕 那么他和学生之间 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曾经代过的很多很多大腕的学生 现在有的是鼎天的腕 不得了的腕 有的时候他们上一个大戏 就会带上我 这我老师导演给张三李四王二说戏都行 给我戳戏 他不干了 怎么了 谢老师怎么了 哪儿不对啊 谢老师 他点的是我 我被他戳的 怎么不对 谢老师 别老戳我 他也对 他哪儿不对 他不就是这个角色吗 戳死了 你别老戳我 我说你老戳我 你说他哪儿不对 你又嫌谢老师这儿来 你摄影师就这样看 什么就高了吧 我多幸福啊 张三老师 我没听懂 他这一段的感慨 背后的真正的意思 半真半假吧 这个要贵价 我觉得他们俩 必须太大了 总觉得太糟了 他说在那天我们聊天 说的不是这么说的 他后来在我那儿聊天 说将来人家分房间 说你是多少多少钱以上 他说那屋 你这屋 像我们这家 那屋 就那天说那屋 别给我斗话了 我觉得是 就是你不是一级别的 但是这个话呢 又不能忘了谢老师 见着谢老师呢 谢老师这么着心 喜欢 所以有人还得拽着他 拽着 有什么饭局 或者到房车里 吃点小灶什么 对对对 他说这种高兴 我也不知道是真高兴的 假高兴的 所以我说半真半假的 关键那个聊天 刚才说谢老师 你就得去那边 对 该休息的时候 比如说我该去六号屋 一号二号屋 不能我休息 这空调最凉最冷了 自然是气的 这个是无条件的 这个 你不生气吗 我不生气 我觉得是一个 心态 心态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 而且我愿意这样 你还是老师呢 比如说百家讲坛 你那些会看吗 我看 但是呢 学院的教授们啊 包括我的教育处处长啊 会挑出一大堆毛病 比如说 我曾经被绑着讲过课 就这样绑着 很奇怪啊 谁绑你啊 对对对对 教育处来的那个 学院里宾司的呀 就是因为呢 一开始不太会讲课的时候呢 首饰太多 教授是不能有首饰的 百家讲坛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和教授 今天的课 主要讲 落花水流红 一百零八个女性 没有一个人 我教育处处长就说 学院 这个录像再给你看一遍 我说我已经看了一遍了 加深意想再给你看一遍 我看完了 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教育处处长要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您要说百家讲坛这种讲座不许去 对对了 像我们讲课所要求的 或许我手势太多呀 今天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 什么是电影 要用二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非常准确的界定和形容 你几个手势了 我什么 我说你听我课的内容就行了 不行 还要看你的手势 还改不了 后来给捆上 你也做了真学生 露出在这 今天这节课 我要给大家讲 我还要做我的 什么是电影 梁总 以现代的电影手段 记录影像 作用于 我说给我解释行吗 太简单了 我都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就是教育处啊 对待我们教员的约束 最后我们讲课就变成这样了 今天这节课 我会给大家讲什么是电影 用现代科技手段 记录影像 作用于 人的视听 这些都没了 这些都没了 不像那个 百家讲台 今天这节课 是 谢老师讲了很多 真的之前我们没有听到的一些观点 然后 希望下一次继续交流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聚会 能把这个群扩大吗 我们都加入 太没问题了 若别欢迎 今天晚上录完超级访问 他们就去梁家菜了 我们录完超级访问九点多了 我们下回去吗 梁家菜 在里面你吃饭 可以碰到岁月儿老师 给你讲一讲 中国古代十大人物 说到梁总开店 从多少年前就有这个基因 但我知道之前你都是老请客 所以餐厅就关门了 没有没有 不是 被关门都是因为到期了 他都偷了场地 不是给吃关的 没有没有 这次梁家菜到现在几年了 三年了 生意怎么样了 非常好 我们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们先带着我们的全国观众去 梁老板的梁家菜去看一看 下次到北京 你一定要赶个脸 去看一下 来 梁天的梁家菜 位于北京聪慧河边 整个餐馆共三层 一层以影视为主题 墙上挂着二十八位中国著名的影视人物 以向老一辈艺艺术家们的杰出贡献之际 除此之外 以良天的影视作品为主题的保鲜 装潢别出心裁 让人眼前一亮 二楼则给消费者提供了厨房 消费者可以自带食材或半成品 来自己动手 不少来自就餐的各路明星 都在此小露一首 三楼除了包间良友会碗 梁天把自己的影视公司 好兰西也搬进了饭店 相比于其他餐厅 梁家菜最大的特点就是 吃遍大江南北的各路明星 都会留下他们的拿手食谱 供食客一饱口福 我看你这个概念是否 让很多明星可以在那做 所有的食客都能自己做 他明星都是客会吃也会做 那么到我们这来过一些明星 教我们厨师做了一些菜 专门有一个菜单叫明星菜单 什么什么菜作者谁谁 那么我们也跟电视台点击率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菜每个月点击率非常高 反正但是呢就不让他白交啊 我们还给的钱呢 每道菜卖桌的钱我们可能拿 卖 挣了两毛钱吧 拿桌一分钱来给的 而大家现在聚会很难一件事 就你要凑一个局啊 现在是非常难的件事 结果看他碰着了 因为他交通堵塞呀 然后这个大家都忙 哎有时候说怎么到凉摊那吧 一块把这事都说了 一拨一拨 好几拨有时候吃吃吃 我们这个半桌就 越来越夸大 那几拨人 十个人就吃了二十个人 他说你在哪儿 我凉摊那儿呢 哎呦那我太去吧 得来了 哎呦我们有多少年没见 反正就是这个 大家想不想尝尝 来我们今天特地拿了几道 凉家菜来拿上来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菜吧 这菜确实要介绍一下 这个重庆人过年吃的菜 也叫甜烧白 也叫喜茶肉 是我母亲交给厨师做的一道菜 其实这是那个五花肉 对对对对 豆沙 豆沙 你来一口你来一口 对对对 这是叫鲜锅拖骨 兔子 OK 这是带鱼 这是 这是鱼吗 十锅三鲜 应该是十锅 这是带鱼 十锅三鲜 三种鱼 就放在一块儿了 让他们谁尝尝 大姐 你给让大姐尝尝 快 我姐就行 好吃吧同学们 全共吃了 我看是我们哪家的 我是四十锅 我看是我们哪家的 我是四十锅 你看 那女孩说 你先别吃我拍个照 和家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谢谢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有朋友 然后 而且这个朋友好多年 大家在一起有的聊 对 然后就像 我特别了解 两边其实是一个 永远需要朋友的人 对 而且你就看着 大家在餐厅里吃吃喝喝喝 高歌兴献 那就是一种人生享受 对对对 谢老师呢 虽然是教师 但是我觉得您身上呢 好像 就跟那些做教师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比他们更随便一点 再次用掌声来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那想要了解我们节目的 追星动态呢 也请观众超级法文的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还有我们节目的新观众呢 有可能会得到我们 超级法文新浪版的T恤 还会得到由乐风网提供的 淨加化妆品大礼包 别忘了我们的播出时间 山东卫视每周一百二十二点 我们大家一起来 好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本期超级访问 成功 谢谢